见到第一线,第2831章,取名看着在不远处悄然顿足的苏毅,小女孩眨了眨清澈无邪的眸,露出犹豫之色。 半晌,她怯声声道,你能带我回家吗? 苏毅盯着这衣衫褂褛,长发蓬乱潦草的小女孩,没有吭声。 从看到对方第一眼,就像看到了万恶之源。 那看似清澈明静的眼眸深处,实则尽是胸利滔天的斜碎煞气,污浊阴暗如泥塘。 怨恨、愤怒、嫉妒、贪婪,各种属于人心最幽暗的业障,全都汇聚其中。 那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罪和呃呃。 这一切,让那小女孩仿佛是万恶的化身。 可诡异的是,小女孩却并不受这些影响。 她的心境像一座枯井,没有活水,没有生机,只剩下灰暗和死寂。 一切邪碎和罪恶都无法干扰她的心境分毫。 这显得极为奇怪。 小女孩似乎有些畏惧苏毅的目光,悄然低下头, 一对干瘦的小手紧紧攥着破损陈旧的衣角, 连那瘦巴巴的小身躯都蜷缩起来。 苏毅终于开口,你家在何处? 小女孩眼神枉然,我忘了,忘了。 苏毅道,那我可就没办法帮你了。 小女孩怯声声道,那我能跟你走吗? 苏毅摇头,这小女孩极为古怪,无比危险。 那瘦巴巴的小身板内,简直藏有一座万恶之园, 带她离开,等于是携带了无尽灾祸,极容易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数。 小女孩抿了抿唇,眼眶泛起泪花,低着头,不吭声了。 苏毅大步朝第三层走去,眼见她的身影就要消失, 小女孩呼地道,你想家吗? 苏毅一正道,无心安处即无乡。 小女孩呼地流露出怜悯同情的神色, 喃喃道,原来你和我一样呀,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说着,她身影呼的凭空消失不见, 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苏毅先是一惊,可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发生后, 她这才放松下来。 她想起来第二层之前,岑星河曾大声提醒, 让她小心第二层的一个小女孩。 说着小女孩吃人不吐骨头, 强大如轩重道人, 在那小女孩面前都不够塞牙缝的。 无疑,刚才所见那衣衫褂褛, 瘦弱不堪的小女孩,就是正主了。 虽然,那小女孩没有流露出任何恶意, 可苏毅心中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实在是那小女孩身上的气息太过古怪和反常。 斩醉牢狱的第三层,极少有人进入过。 这里被列为修道者不得擅自进入的禁区。 尤其是上五周的大势力更是严禁门下弟子前往。 原因就是,这斩醉牢狱第三层内, 关押着末法时代最为凶恶的三个罪魂。 一个名叫柳生,刀修,先天神魔出身, 永恒第五境大天君。 一个儒鸦牢骚, 据说曾追随在末法时代的真月天地身边修行, 性情古怪,喜怒无常, 嗜好祭恋头骨。 一个被称作司玄聘,来历最为神秘。 据说此人曾担任过九要古城的事件者。 当然,这三人早已死透, 如今存在的是他们的罪魂。 第三层很空旷, 像一片灰暗死寂的遗弃之地。 只有三座孤零零的牢房处立在哪? 当苏毅抵达时, 就看到一幕古怪的画面, 一个弯腰驼背的老者, 蹲坐在地, 正在笑眯眯地用一堆雪白头骨堆宝塔。 每一颗头骨只有拇指大小, 晶莹剔透, 像雪白的玉石雕琢而成。 一眼望去, 起码有上百颗之多。 那衣衫褴褛的干瘦小女孩, 坐在老者对面, 双手捧着小脸, 眼睛盯着不断堆砌起来的头骨宝塔, 一眨不眨, 很是专注认真。 一侧, 一个黑衣男子愁眉苦脸, 唉声叹息, 嘴里咕弄着又玩过佳佳, 这破游戏玩了多少万年了, 你们怎么还这么起劲, 黑衣男子立在哪? 容貌出众, 腰盼悬挂着一个刀柄, 没有刀刃, 刀柄形似残怨, 通体乌黑, 宛如吊坠般挂在哪。 不远处, 一个身影粗壮威猛, 足有丈许高的求然男子, 懒洋洋地坐在一块岩石上, 一边饮酒, 一边摇头晃脑, 迎送一篇圣贤文章, 自得其乐。 苏义一眼认出, 那正在堆砌宝塔的老者, 就是如鸦老索, 黑衣男子是刀修柳生, 魁梧求然男子, 必然就是思玄聘。 只是, 苏义没想到的是, 这三个被施作斩醉牢狱中 最危险的三个罪魂, 竟然都能够离开各自的牢房。 并且, 他们三个此刻还凑到一块, 在陪那衣衫褂褂的小女孩玩耍。 这实在出人意料。 大哥哥, 你也来了? 远处, 那小女孩仰起小脸, 挥手跟苏义打了个招呼。 而后, 她对那弯腰驼背的如鸦老索道, 那个大哥哥很厉害的, 若是他愿意帮忙, 或许可以带我回家。 如鸦老索把一颗头骨 放在还未完成的宝塔上, 笑道, 这位道友一表人才, 胆破十足, 还能让您这么看重, 难得。 她眼神浑浊, 看向苏义时, 苍老的面容上带着一丝异味难民的味道。 而苏义注意到, 如鸦老索称呼小女孩时, 用了一个名字。 愁眉苦脸的黑衣刀修柳生探道, 人家一看, 就是冲着罗侯规则来的, 哪可能愿意帮我们离开。 小女孩呼的扭头, 看向黑衣刀修柳生, 是我, 不是我们。 柳生脸色顿变, 还不等她反应, 小女孩探手一抓。 碰, 柳生躯体骤然炸开, 化作一缕黑雾, 被小女孩抓在了掌心。 而后, 小女孩张口一吞, 那一团黑雾就吸进她的嘴里, 消失不见。 如鸦老索笑着看着这一幕, 魂没有感到一丝奇怪。 不远处, 身影魁梧的思玄聘依旧在摇头晃脑宋经, 未曾被影响。 苏义眼皮跳了跳, 隐约看出那黑衣刀修柳生, 既可能早已被小女孩镇压炼化, 故而才能随手就将柳生镇压, 张嘴吞进肚子。 大哥哥, 你会帮我吗? 小女孩清澈地眸, 看向苏义。 早在斩醉牢狱第二层的时候, 她就这般请求过。 苏义眼神有些异样。 这小女孩衣衫褂褂破旧, 蓬头乱发, 干瘦的小身板那般孱弱, 和街边的一个小起儿般。 可谁敢想象, 她实则是这斩醉牢狱中, 最危险的一个角色。 连刀修柳生, 如鸭老手, 思玄聘这三个位于第三层的罪魂, 明显都不如这小女孩危险。 想了想, 苏义道, 若你能把罗侯规则交给我, 或许给。 小女孩呼得起身, 抬手一点。 虚空中, 一团幽暗如雾, 阴沉如水的大道力量浮现而出。 苏义都不禁正主, 猝不及防,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机缘会主动送上门。 他一眼就断定, 那的确是罗侯规则, 主杀伐, 遇罪恶。 那大道气息都给人暴力邪碎, 凶恶致敬的感觉, 仿佛面对的不是一种大道规则, 而是一股杀戮和罪恶的本源。 沉默半赏, 苏义道, 能否说说, 你究竟是谁? 小女孩目光看向儒鸦劳嗖, 道, 我是谁? 儒鸦劳嗖低着头, 道, 您是斩醉牢狱的主宰, 罗侯规则的姓灵, 世间万恶的化身, 一切罪魂的帝王,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您。 说着, 儒鸦劳嗖神色复杂, 至于您究竟是谁, 世间还未曾有人可以定义? 就是您, 世间独一无二, 也可以成为世间一切想成为之人。 小女孩恍然道, 这样? 她抬眼看向苏义, 大哥哥,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苏义皱眉, 如鸦劳嗖那番话, 透露出了许多足以惊世骇俗的秘心。 可仔细一想, 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句话中, 这小女孩是罗侯规则的姓灵, 正因为罗侯规则主杀伐和罪恶, 才让她在这斩醉牢狱中宛如主宰, 既可以是作万恶之化身, 可以是作一切罪魂的克星, 可让苏义不解的在于, 暗如鸦劳嗖的说法,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小女孩, 这小女孩真正的来历, 世间无人知晓, 故而无人可以定义。 私存半晌, 苏义摇了摇头, 仅凭这点线索, 也根本推敲不出多少真相。 你叫什么名字? 苏义道, 小女孩道, 我没名字, 大哥哥可以帮我取个名? 万万不可。 如鸦劳嗖脸色大变, 一侧, 连那一直诵读圣贤书的思玄聘也闭嘴, 震惊地看向小女孩。 作为斩醉牢狱的主宰, 罗侯规则的灵体, 小女孩的存在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而她的名讳更牵扯到自身的命格和命数。 这一切意味着, 谁若给小女孩取名, 谁就等于拥有了影响和改写小女孩命格和命数的力量。 这让谁能不紧张? 苏义不知道这些, 但只看如鸦劳嗖和思玄聘的反应就知道, 给小女孩取名这件事不简单。 若大哥哥能带我回家, 取个名字的事情而已, 有何不可? 小女孩猝眉, 一看她皱眉, 如鸦劳嗖和思玄聘浑身一颤, 竟似被惊吓到了一般。 全都低着头, 再不敢妄言。 只是他们朝苏义平平实眼色, 似乎在说你若敢答应, 他们两个就敢拼命。 苏义叹道, 我不敢给你取名。 小女孩不简, 为何? 苏义道, 因为那两个老家伙威胁我。 如鸦劳嗖, 思玄聘, 见到第一仙第2832章, 心境一缕光, 如鸦劳嗖反应最快, 顺心挪移, 朝苏义扑杀过去。 哄! 无数金银璀璨的骷髅头骨呼啸而起, 缔结为一座33重宝塔, 遮天蔽日, 横压四级。 那等天君层次的威能, 恐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一瞬, 苏义就感受到 扑面的致命威胁。 根本不用想, 正面硬汉的情况下, 自己的抵抗和躺臂挡车并无区别, 注定会被碾死。 但, 苏义内心并不恐慌, 既然赶来这斩醉牢狱第三层, 她自然是有备而来。 最重要的是, 她如今已断定一件事, 小女孩不会看着自己会死。 这不是直觉, 而是对局势的一个精确预判。 果然, 在这肩不容发之际, 小女孩出手了。 抬手一抓, 天摇地晃, 四方虚空骤然暴碎。 那座三十三层白骨骷髅所画的宝塔, 轰然土崩瓦解。 而如鸭老索的身影, 在距离苏义只剩咫尺的距离时, 呼得四分五裂。 那苍老的面容上, 写满了愤怒和不甘, 嘶声咆哮。 你若为她取名, 只会遭受其反噬, 自此沦为任凭百步的傀儡。 你, 轰。 声音还未说完, 如鸭老索的躯体, 就以暴碎为一团灰蒙蒙的光雾, 被小女孩一口吞吸到肚子里。 另一侧, 思玄聘没有动。 她神色复杂地看着苏义, 我不信你有机会带她走。 但, 倘若你真的能做到, 请你千万别做, 否则, 不只是你, 整个天下都将, 砰。 思玄聘的身影暴碎, 化作一团赤色光雾, 被那小女孩一口吞吸掉。 这一切, 皆在眨眼间发生。 快得不可思议。 天地归于寂静, 小女孩就像做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眼神清澈无邪, 道, 大哥哥, 他们不会再威胁你了。 衣衫褴褛, 甘受孱弱, 眼神澄澈明静。 这样一个小女孩, 谁能想象她, 动辄就能震杀这第三层牢狱中的恐怖罪魂。 最诡异的是, 她动手时, 根本看不出任何神妙, 却随随便便就将柳生。 如鸭老嫂, 思悬聘镇镇压。 就像捏死三只蝼蚁。 而这一切, 带给苏毅极大的震撼。 哪怕她到心如铁, 见惯了不可思议的诡异事情。 当面对远处那安安静静立在那的小女孩时, 内心也很难真正平静。 这, 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 眼见苏毅久久不语, 小女孩认真想了想, 道, 大哥哥别担心, 他们本就是已经死透的人, 之前所遗留的是他们的罪魂而已。 小女孩摊开一只手, 掌心浮现一缕缕光艳, 每一缕光艳皆细弱发丝, 颜色各不相同, 足有上百条之多, 像海草般摇曳纠缠。 仔细看, 那每一缕光艳中都映现出一道身影。 有黑衣刀修柳生, 弯腰驼背的如鸦老手, 魁梧高大的思玄聘, 还有其他不同相貌的男男女女。 在我面前, 罪魂想彻底消失也不行。 小女孩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我心中, 她们就像玩偶, 有她们在, 我这些年才不会那般无趣, 自然不会把她们毁掉。 玩偶? 谁能想象, 那些被外界修道者, 忌惮如洪水猛兽般的恐怖醉魂, 在小女孩眼中, 只不过是能帮她打发无聊时光的玩偶。 苏毅拎出酒壶喝了一口, 干脆席地而坐, 道, 借不借意好好聊一下。 小女孩恩了一声, 掌心一番, 那些醉魂所化的光焰, 皆消失不见。 而后, 她也坐在了地上, 双手攥着衣角, 低着头, 怯生生的。 这一刻, 苏毅心中又产生那种熟悉的感觉。 早在斩醉牢狱第二层, 见到小女孩的第一眼, 苏毅就察觉到, 小女孩面对自己时, 并非是在故意装可怜, 装弱小, 而是她似乎对自己, 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类似于敬畏, 完全不像她面对那些醉魂时的平静和自若。 就像此时, 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 苏毅甚至都能清楚感受到这小女孩内心的紧张。 你很怕我。 苏毅直接问了出来, 小女孩低着头, 不是怕, 而是, 她努力撕存半赏, 才缓缓道, 是心神不定, 忐忑不安, 直觉告诉我, 大哥哥既拥有能轻易毁掉我的力量, 也拥有能够带我离开这里的实力。 说着, 她抬起清澈无邪的眸, 看着苏毅, 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 见了不知多少从外边来的人, 可只有在一个名叫江无尘的身上, 有过类似的感觉。 江无尘! 苏毅心中一震, 小女孩皱着眉想了想, 不过, 那江无尘虽然让我感到不安, 但远不如像面对大哥哥时那般强烈。 苏毅道, 当年, 你为何不让他带你走? 小女孩摇头道, 他是个大好人, 我若和他一起走, 会害了他的。 苏毅, 什么意思? 因为自己看着不像好人, 就不担心害了自己。 其实, 小女孩犹豫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 当年我把罗侯规则交给他, 就已经心有愧疚了, 因为我知道, 他的道心和大道, 和罗侯规则的万恶之力量, 水火不容, 大道象, 冲, 以后, 一旦他的心境出现问题, 罗侯规则就会趁机而入。 道心是一座堤坝, 而罗侯规则就像洪水, 堤坝出现问题, 洪水必会决堤。 这个道理, 苏毅自然懂, 江吴臣的道心究竟如何出问题的, 苏毅不得而知。 但苏毅倒是清楚, 他的心魔邪见尊, 的确称得上是个骨子里都充满恶意的家伙, 和江吴臣截然不同, 或许, 这就和罗侯规则的力量有关。 苏毅道, 他们都说, 不能带你离开这盏最牢狱, 一旦这么做了, 不只会害死我, 也会害了外界天下。 你可有什么想说的? 他盯着小女孩那清澈的眸, 似是想看穿小女孩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小女孩抿着唇, 道, 换作是他们带我走, 他们肯定必死, 可事实上, 他们都不够资格这么做。 大哥哥不一样, 我只会担心让你不高兴而杀了我, 从不敢想过去害你。 小女孩满脸愁容, 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若大哥哥不信, 可以进入我心境一看。 说着, 他仰起小脸, 浑身散发出淡淡的晦涩波动, 大哥哥拥有心魂和心光, 根本不必担心会被我的道心影响, 仅可以一试。 所以挑了挑眉, 这小女孩, 竟早已看出自己的心境秘密了。 自从进入永恒天狱, 哪怕是强大如履红袍, 都未曾看出这一点。 可那小女孩, 分明早已知道。 略意私存, 苏毅分出一缕心境力量, 进入小女孩的道心中。 一瞬, 他仿若来到了一座, 湿山血海般的世界。 天地灰暗, 白骨堆积如灵, 血水淹没大地, 浓重的罪恶斜碎气息, 向九天风暴, 肆虐天上地下。 亿万万生灵, 惨死凋零, 世间一切大道崩碎瓦解。 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 令人压抑, 窒息, 绝望。 唯独在这一幅画面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处, 出现一座枯井。 一个小女孩坐在枯井一侧, 双手环抱双膝, 低着头, 似乎因为恐惧而浑身瑟瑟发抖, 不敢去看那宛如末日般的血腥世界一眼。 这一个小小的角落, 只有那一座枯井陪着她, 让她处于一种安全的境地。 可这个角落也像一座牢狱, 被无尽的血腥和罪恶重重包围。 放眼四顾, 哪里也去不得。 小女孩就那般蜷缩在枯井一侧, 一个人在守望着那无尽的罪迁和血腥。 当苏毅的心境力量出现, 就像一缕撕裂血腥和罪迁的光, 划破这无尽的末日景象, 照亮了那一个小小的角落。 蜷缩蹲坐在那的小女孩, 呼得露出惊慌之色。 当习惯了黑暗, 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罪迁和血腥时, 一缕光的出现反倒让人惶恐和不安。 小女孩双手死死攥着衣角, 背部紧贴那座枯井, 似乎只要那一缕光感靠近, 她就会一头跳进那座枯井中。 可渐渐地, 小女孩放松下来。 她呼得发现, 那一缕光的出现, 在这无尽的血腥和罪恶世界中, 撕裂出一条缝隙, 就像一条离开这座世界的路。 除此, 那一缕光照在她身上, 也照亮了她身后那一座死寂沉沉的枯井。 这一瞬, 在小女孩眼中, 整个世界都像焕发出一种别样的生机和光彩, 再不是血腥和杀戮, 再不是黑暗和罪恶。 小女孩呼得鼓足勇气般, 扬起手, 想抓住这一缕光。 看到这, 苏毅收起了心境力量。 之前所见, 揭示小女孩心境的印线, 是人心最优微处的真实印照, 不是心念转动就能掩藏的, 而见识到这一切后, 也是带给苏毅极大的震撼。 罗侯规则的性灵, 并非只是规则的化身, 而是拥有真正的性命, 智慧和心境。 这可比当初曾为地恶护道的那个秩序之灵, 强大太多了。 或者说, 两者根本没法比, 酒药规则之所以会被视作 牵扯到命运奥秘的至高大道之一, 或许就在其拥有罗侯之力上。 毕竟, 一种规则的性灵拥有了真正的命, 自然也拥有了命运。 苏毅念头纷飞, 大哥哥, 你现在愿意带我走了吗? 小女孩呼得开口, 苏毅深深看了那小女孩一眼, 还不够。